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仲哥 今天是8月21号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解盘 节目一开始还是一样老规矩 请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这边一开始还是要麻烦大家 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把两个群组都做加入 Lite是小老鼠BBA5820H Telegram是517168 请大家两个群组都要帮我加起来 那这边仲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在昨天有放一篇文章 在这Lite上面的首页 所以请大家记得去Lite 看看仲哥在首页跟大家聊了些什么 那最重要的是 请大家一定要帮我按赞 满100个赞 仲哥下次才有温馨提醒 那168个赞仲哥会跟大家分享 总的对巴菲特老八卖苹果的看法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首页上面 帮我按赞 那在Lite上面 那你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加入我的群组 另外呢我的YT个人频道 也请大家一定要帮我订阅 那大家请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是YT搜寻的 股动人生林志龙分析师 就可以找到我的YT个人频道 所以现在请大家 帮我把这三个QR Code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让我们这边呢 形成一股正向力量 那再来昨天呢 你来问的哥来回答 近期好像呢 量缩之后呢 行情就是呈现一个霞幅震荡 大家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兴趣 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因为呢大家没有兴趣 就是我的机会啦 其实这莫菲定律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非常非常多次了 那这个加权指数呢 今天是呈现一个回答 跌了200多点 跌幅呢蛮重的 但是呢 如果你这边把它换算成 这个指数来看的话 就是呢 你把它缩小来看的话 其实呢 你把它换成帕数 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很多人担心说 这又跌了200多点 行情是不是开始要往下跌了 那时候投票票 你先稍微回想一下 在先前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大家报告过一件事情 行情我认为这里要走V转 非常不容易 大概呢会维持着横向整理 那横向整理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这里呢 季线呢连续三天都攻不过去 因为呢量呢是呈现量缩的 那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行情呢这边呢下跌过程中 或者是横向整理过程中 量说呢价会稳 但是你要攻过反压区量呢一定要增加 所以这里呢没有放量 那这里顺势做压回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压回我们才有机会找买点嘛 因为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这类行情 我认为是走横向整理 7月一路走高 8月走横向 那横向如果区间上远一直过不去 那这边你要去追 这种个是不太建议的 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不追价找拐点 所以这里呢能顺势压回 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好事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接下来很重要 有两件事呢会影响这个行情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Inmedia财报 8月28号再来是这个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的全球央行联会 那待会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统计资料 所以要请大家影片呢一定要看到最后 所以原理上我认为呢 我先前在资料上 不管是超跑情人梦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一般赏跟大家分享 或是一起去Shopping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上面呢 这些推背图呢 中科看法都没有改变 我们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聊到 这里的行情呢 7月一路走高 8月走横向 那9月10月会怎么走 11月会怎么走 12月会怎么走 甚至呢明年会怎么走 我们都已经帮大家规划好 在这个推背图上面 所以大方向是这样子 大方向你就是抓好 那剩下呢就是细部 细部呢看你怎么去调节 看你怎么去打单 那这些细部方向在哪边 其实我们都在群组呢都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只要你有加入我的群组 订阅我的个人频道 你都可以收到我的温馨提醒 那比如说呢 我在7月15号提醒 Mix大涨 你要将部位 大概在这里 大概在这里 如果你有听把这种歌话听进去的话 我相信呢你可以卖在一个相对高点 那卖在相对高点 你在这里低档的时候 8月5号台电跌停 建短线低点 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才要资金呢 可以进场去做超低 所以很多人都是呢 就是从头报到尾 那我觉得这样或许呢 也没有很好 因为你从头报到尾 如果说你的产业趋势 像台电这样子 很明确 一路的走长度 那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这样报 但是万一你报的 不是这种走长度的个股 那会不会你报到最后是一场空呢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聊到 其实呢 短线上 你一看到一些转折点 一些拐点 你还是要跟着市场上去做个调整 这样子呢 其实你的压力呢 会比较小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 反弹了2000多点 其实应该快3000点吧 其实有很多个股 连反弹都没有反弹 所以这里的行情呢 总共还是要建议大家 其实你要谨慎去找拐点 因为呢 这里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预告 很多事 跟上半年不一样 上半年是设备票 什么都会中 但是下半年就考验到 每一位投资票 你的基本功了 因为这里呢 走横向整理 那原理上我认为呢 8月下旬呢 到9月上旬呢 这边行情应该是safe的 所以请大家保握呢 8月下旬 7月回购 股票最强的时刻 所以请大家就好好保握 那这是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 7月15 跟大家提到 VIX口号指数大涨 然后呢 这边要7月18 提醒你要去杠杆了 所以请你不要把赚的给吐回去 其实特别想你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在过去呢 在过去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吧 或是半年前 我都跟大家提到 你要这边说 如果你有赚到钱 你要想办法把它守住 那你可以把这些钱放在哪边 你可以放在美债 我这边应该是这么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这美债 我跟一般同意的做法不一样 我们这边是呢 为了把赚的钱呢 给守住 那很多人是呢 赚的钱呢 继续放下去 赚的钱呢 继续放下去 但是你会发现 遇到一次 比如说像这一次 没有跑 那你可能之前赚了 全部都吐回去了 所以这些去杠杆 千万不要把赚了给吐回去 那我们来提供大家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打避险部位 那你也可以把 你跟利空当好朋友 你可以留意呢 谁呢 是维持的强势整理 那谁维持的强势整理 我相信这波反台上来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 就是我们跟大家聊到 台积电 台电大联盟 甚至是洪家军 都维持着强势整理 然后开始做一个表态 所以这里呢 请大家就是呢 接下来下半年行情 真的不是像上半年这样子 你一定要跟紧这种各个脚步 那怎么跟紧 请你一定要拨打 02 2321 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再来我跟大家聊到的是 mix滑到20以下 波动缩小 我记得那时候 波最高的时候 大概是在50%到60%左右 所以现在已经呢 波动开始缩小 那我认为行情呢 就有机会开始趋稳 那只要呢 只要它不再波动放大 我认为就有利于 我们的多方选股了 那我过去也是这么跟大家讲的 所以接下来 就是请大家好好去留意 相关的资金流向 那再来这边就是 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8月5号 8月5号就是 台积电跌停建低点 那这个呢绝对不是这种 个随便乱说的 就是我们是有很多统计资料 来跟大家聊的 就是比如说 2020年的3月19 2021年的5月12 甚至2022年的10月11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呢 当做是你的你的小工具 如果之后 如果之后再发生台积电跌停的时候 你就说呢 就开始开始赶紧进场去 安安滑鼠了 那这个呢 我们绝对不是呢 看到跌停 然后就是为了什么给大家安慰计 跟大家讲的 我们这是呢 很多的统计资料得来的一个结果 虽然我们绝对不是呢 就是运气好 而是呢 我们是每天都很努力的 在交易上面 虽然其实呢 或许呢 我不是最厉害的超盘手 或是我不是最厉害的交易者 但是呢 我绝对呢 是最认真的交易者 盘中呢 有什么讯号 或是盘后看到什么 就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研究 我们都会把它统计起来 那日后呢 再遇到 其实我们胜率呢 会跟着提高 但是有个重点是什么 你在七月十五号的时候 你要开始降波 在七月十八号的时候 你要开始去杠杆 那你手中呢 才有资金在八月五号进场去做抄底嘛 所以这里呢 就是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VIX啊 或是台电跌停啊 或是一些相关的指标 其实我们在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事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做运用 那当然你运用这些指标 抓到一个方向出来之后 那剩下就是决定你买什么个股而已 差别只差在这边 所以加入我们的家族成员 就是呢 装个另一个方向 然后跟你讲说 目前呢要去交易哪些个股 那你看我的节目 看我的群组 抓到这些方向 但是如果你抓不到 要买什么个股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跟上 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或者是什么 我当时有跟大家聊到 你不知道买什么 你就抢全资股 或是抢指数型ETF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八月五号跌停 八月六号就大涨9% 那其实台电这波上来 我们大概有赚20% 那这台电是大型股 大型股竟然可以赚20% 你应该没有想到吧 而且我相信呢 你或许呢 在你的投资生涯里面 就是呢 可能就是你已经交易了 交易了一二十年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台积电 你从来没有买过台积电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刚入行的时候 就是有一位前辈跟我讲 在投雇呢 没有人在买台积电的 买台积电 谁要来参加也会 但是我这边想的是 我如果可以在一个低点 一个高点 这边带会员朋友赚到钱 那我为什么不买呢 所以这边其实台电 其实你不要看衰它好吗 就是它是大型股 没错 但是只要你找到拐点 它还是可以让你赚20% 它还是可以让你赚30% 那所以我们就认为台电呢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呢 就是在矽光封装这块 所以矽光封装如果搞得起来的话 台电呢 未来股价也许会上2000块 所以接下来任何震荡呢 你一定要好好跟紧我的脚步 不要再相信说什么买台电干嘛 买台电又被笑 那就笑嘛 没关系你就笑嘛 但是呢 你在笑的过程中 我们却是赚20% 那跟你这边可能股票还是有很多 就是报上就报下 你想要哪一种 众哥就问你这一点就好了 你想要哪一种 那就跟各位好看 你做了分享 那台电过后呢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 大约是GP200 延后出货 趁乱了减红海 那事实上呢 这一天呢 红海跟台电呢 应该说 是走势呢 稍微有开始慢下来的一个态势 那台电呢 今天稍微做个压回 但是压回呢 其实也不用担心啊 我们买这么低 买这么低 然后呢 这边呢 开始走个横向 那买这么低 那如果 我们可以在这边区间来回做 不是很好吗 因为这边是做个压缩嘛 那如果压缩过后 可以往上喷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边台电呢 请你特别去留一下 后续呢 这个区间呢 会怎么走 那事实上红海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 这里呢 我的加码单呢 就是呢 看看呢 季线呢 什么时候会站上 季线站上之后 季线呢 一定能找机会打这个加码单 那短信上 我们就在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来回做操作 那事实上 我觉得今天下来 来到一个相对支撑区 或许呢 又是一个好买点了 那这个就让投票 你去做一个追踪啦 那详细的买卖点 其实呢 你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来到这里呢 季线想 想做个统计一下好了 我想做个统计好了 因为最近可能就是 按赞数或是留言数都非常少 我们这边来做统计好了 这做什么统计呢 老公你还记得吗 先前呢 我跟大家讲 大概在这 在这 在这 三月初的时候 在这 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聊到 这边呢 应该再更前面一点 大概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聊到 这个鸿海呢 当时在120左右 鸿海当时在120左右 我们跟大家聊到 鸿海未来股价 短线呢 先看200 长线呢 先看300 众哥讲了 我绝对记得 那200有没有来 短线上真的来了吗 就从三月长一路涨 一路涨一路涨 涨到了234 那我们在中间 买买买买买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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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加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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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有跟大家特别聊到 除席之前呢 中哥是有参 是没有参加除席了 除席后呢 我们把它买回来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先做一趟呢 获利调节 怎么样 你还有印象吗 那当时我跟大家聊到 你可以呢 就是如果 众哥长线看300 你可以继续把它放着 你可以一路报 一路报 那我相信呢 中间的震荡 如果你挺不过去的话 或许呢 你这边可能已经被洗出场了 但是呢 如果你挺得过去的话 我相信呢 你赚的可能也没有我们赚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在这中间的过程中 找机会做价差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来留言一下 你这边长线部位 还抱着的 请帮我加一 好吗 那如果你已经卖飞了 或是高档已经卖掉 再找机会买回来的 请你帮我留言加二好吗 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数据呢 是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过去有跟大家分享过 通常 通常 通常就是 很多人都羡慕 波段 可以大赚 比如说波段 你买了三成 然后你羡慕可以赚个五六十八 甚至赚一倍 但是同样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很多人是用 很多人是用短线的角度 来去看待波段的投资 你信不信呢 很多人都希望今天买了就喷了 然后今天全部 Shothead买了就喷了 但是同样 你有没有想过 波段交易 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波段交易 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有时候你要调整是 请你不要用短线思维 来看待 波段投资 其实这种歌是 短线交易起家 我非常懂 大家在聊 大家心里在想的是什么 所以这里红海 就是 请大家帮我留言 加一或加二 那种歌呢 就是会看看这个区间会怎么发展 那就是全职股跟大家带到这边 那我们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台电 我会看细光 那其实大盘今天中错 其实细光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3363上全 相对大盘要来的强势 今天呢 持续穿个短高 那种歌其实呢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是2026年 就是细光 种歌会放量增长 但是呢 我不会等到 我不会 我不会报到2026年 中间呢 我跟红海一样 会找这个机会 做价差 所以如果行情这边开始震荡 你要一路抱着 我相信呢 大部分的人呢 其实可能都抱不住 或许经历过一个中间一个震荡 你可能就被洗掉 那就是看每一位投资朋友 你的选择 那其实呢 每一个选择呢 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呢 都代表说是你深思熟虑过的 所以呢 这边呢 红海300 中歌没有改变看法 因为呢 目前看的话 GP200没有延后出货 明年呢 EPS 就跟我们新城跟大家估了一样 大概就是呢 会这AISF这块增加6块 AISF增加6块 那加上今年10块 16块 我们本一笔抓20倍好了 我们这个数学呢 没有考过这个新来导播 这新来的导播我们姑且叫做C导播好了 因为它就是英文名字有个C 就是C导播就是20乘以16 等于多少 太棒了 这个C导播这个 当然好像有点奇怪 我们还是不要C导播好了 就是呢 这个导播我觉得 嗯 它的频率跟数学真的非常好 对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给我答案了 不像过去都要占用我五分钟 还回答不出来 所以呢 320 中歌看法没有改变 那这个跟这个我们导播说一下 中歌没有其他意思 就是刚好 就是对 好好 希望你可以谅解 好 他点头说好 好 那就是 那我下次可以再考一下你吗 我们下次考四位数了好了 好了 中间 好 他现在已经跟我说OK了 好好 我们下次再考考他 对好 我们再考他 然后台电我们刚刚聊到了 就是 然后跟大家聊到 我们要布局先进封装 就是在细光这一块 那我们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大概剩最后五分钟 这沃尔玛财报呢 其实表现非常好 但是沃尔玛财报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深层式AI 改善了它的电子商务的效率 过去呢 可能能力呢 可能需要大概一百个 现在因为深层式AI 能力只需要 只需要一个 所以过去呢 大家会担心说 这些各大云端厂 砸了这么多钱 深层式AI 到底能不能回收 那现在沃尔玛财报看起来 诶 深层式AI是有机会回收的 是有机会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曙光的 所以呢 我认为呢 NVIDIA财报应该不会太差 而且GP200是如期出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边我们可以大概推销是 NVIDIA财报应该会很好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全球央行联会的统计资料 那报的主席呢 这老包呢 大概是参加过这几次 参加过六次 那是五好一坏 那唯一坏的那次呢 就是2022年 那2022年那次呢 是暴力升息 所以使得行情呢 比较不如意 他当时讲了两个字 痛苦 所以使得全球股市非常痛苦 这种歌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当时我们 我们有不那个避险部位 所以非常开心 而且我们多单部位很少 所以非常开心 然后呢 在这个全球央行联会之后 大概在10月下旬吧 行情就开始反弹了 所以我们当时的布局是什么 1348贯 所以我们当时避险不会赚钱 多单也赚钱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今年呢 今年这个全球央行联会 我认为应该不会痛苦了 所以应该知道这种歌 在全球央行联会的前跟后 会布什么单吧 这边就是这份资料 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多了 剩下我们就在群组上面 跟大家分享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加入 我的Lightner跟Tailgun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 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拜拜 拜拜 我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